广东队三连败输给辽宁 两人满分 两人及格 然而有六大水货却被杜峰给挖了出来 如今辽宁队四人打出顶尖的发挥 尤其是包括了00后的选手 更是让人很意外 在新赛季的冠军争夺大赦当中 必将会迎来两大转变 提到广东队跟辽宁队的比赛 确实引发大家的热议 我们讨论两大看点 第一大看点 广东队三连败输给辽宁 第三场也以11分的分差输掉了 杜峰教练带领的团队 两人满分 两人及格 然而有六人直接被揪了出来 确实打得如此的尴尬 广东队跟辽宁队 在本个赛季的对决 确实让很多人也看到了 广东队目前的这套阵容 难以争夺冠军 上个赛季大家会发现 广东队跟辽宁队 原本要在半决赛当中 展开季后赛的争夺 但很可惜广东队 在八强的比赛当中 被浙江广赛给淘汰了 而到了这个赛季 很多人都以为 广东队会凭借周琪 盗磨玩的到来 外加上了一套强大的阵容 帮助球队更好地完成 访超拿到胜利 然而很意外 最终的结果呢 是广东队以93比104输掉了 广东队以11分的分差输给辽宁队 确实让人看得非常的尴尬 毕竟 团队当中除了周琪 拿到了23分13狼满球 另外还有胡门宣的21分 除了这两人打出了满分的水平以外 其他的球员整体的发挥 还是比较低迷的 其中徐杰拿到了15分 沃特斯也拿到了15分 两位球员的整体发挥水平 还算比较及格 但你要帮助球队争夺冠军 难度还是巨大 让人更加意外的是 广东队有6人发挥非常的低迷 确实呢 在球场当中 很难帮助球队引下胜利 这6名球员的整体得分数据 分别的分数都在5分以下 如此的低迷 确实让杜峰也是看不过去 首先要提到的也就是广东队 如今可以说在养老的两名外员 分别是老将的马尚布洛克斯 还有杜峰教练 以及出发于挖回来的威姆斯 两名外员的得分数据 分别是4分跟2分 马尚仅仅得到4分 而威姆斯更是只轰出2分的数据 两名外员加到一起 才6分的数据 真的太低迷了 接着我们再来了解到广东队的内线 包括了徐欣跟张明慈 两位球员的得分数据 都只有2分的数据 确实太低迷了 更是在中锋方面的无法打出来 最后我们要了解到的是 前锋线的杜峰望0分 张文艺作为后卫的选手 只拿到了2分而已 并且包括了 同类当中的任俊飞更是如此的尴尬 他也仅仅得到了2分数据 但是任俊飞最起码有4个拿马球 3个主攻 整体来说任俊飞的发挥 还是值得大家原谅的 但是任俊飞可是拿着800万的大合同 这么高的一笔合同 年薪打出这样的水平 未免会让人议论纷纷 因此广东队的整体阵容 必须得进一步的提升 不养新赛季拿不了冠军 第二大反应 目前的杜峰周光宇在球场当中 也揪出了两大问题 而辽宁队反而有4人打出了满分的水平 确实让人刮目相抗 新赛季的冠军基本上也要稳稳出炉了 首先提到广东队 连续上连败在常规赛当中 输给辽宁队 已经是让人议论纷纷了 对比起辽宁队的这边 反而有4名球员打出了满分水平 另外还有一名00后的球员 成功爆发了出来 他就是离虎一 首先提到辽宁队 拿到满分数据的球员 确实在赛场当中都是值得称赞的 其中作为过去两届冠军MVP的赵继伟 在这一次面对广东队 拿到了25分 另外张正宁这名小前锋 也得到了19分 富豪得到了18分 接着莫朗德这名万元 更是拿到了12个篮板 12分的数据 这4名球员的整体发挥水平 堪称完美 确实帮助了球队 拿到了常规赛的三年胜 敌败了广东队 除此以外 如今的乌哥教练 甚至把李虎一这名球员带了起来 李虎一在赛场当中得到了15分 确实让人备受期待 因此大家会发觉 辽宁队的整体水平 确实展现出了冠军的实力 广东队直到如今 杜丰就万语 也不得不承认 面对辽宁队还真的打不过 并且杜丰跟周光宇 目前也揪出了两大问题 首先 广东队的外援问题 确实比较严重 毕竟辽宁队的福格 莫兰德 两名外援都是发挥的很好 包括了莫兰德 两个12的数据 确实值得称赞了 与此同时 球队当中的福格 哪怕出赞时间比较少 但是他的创联球队能力 还是很强 大家再来对比一下广东队的 包括了 马尚布鲁克斯 还有威姆斯 两名外援的整体发挥水平 太低迷了 两人的得分数据都不超过五分 如此低迷的水平 确实不让人感慨 接着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广东队的内线 比较薄弱的问题 广东队的中锋 除了周期能打以外 张明辞 徐兴 华明一等球员 都是相对比较低迷 根本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因此对广东队连续的落败 确实让人议论纷纷 那么大家认为 广东队新赛季 到底怎么样才能争夺冠军 还是说已经荡出了 四强的舞台 欢迎留言不论去 讨论一下您的想法 也说一说您觉得 广东队该怎么调整 才能迎来方旁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再见